早上五点多 现在空荡荡的 真险回家再睡个觉 大爷早上好啊 他现在每天早上你都陪他出来收担布啊 那挺好的啊 开始工作了 又是忙碌的一天 你想要的我却不能够给你我全部我能给的 却又不是你想要拥有的 我们不适合 大家也没有见过这么一大锅的馄饨 这样的一切都只是开始 我觉得是我们的一切早就已经 变成要不要香葱香菜 要 吃吧 烂炉了一个早上 准备吃点点心 这烤肉丸真的不错 爆汁的 大家看到没有 我满嘴流油了 我满嘴流了 大家好 我是小海 现在是我的 休息时间 然后买了一包 百年金点红酸醒 20块钱 但是我们今天不聊烟 我们谈一谈 我干 小吃行业 快9年 赚了多少钱 我干这个小吃行业 已经 差不多有9年了 前三年的话是 跟我姐一起合开的 在合开的过程中 我们也开过 我们也开过分店 然后也做过一些小生意 但基本上都是 与亏损的状态 一家小店 两户人家 在做 基本上也赚不了多少钱 所以在 第三年年底 我就出来了 然后也开了 两家店 基本上 都被我做倒了 那一年 找店的经费 跟开店的 亏损 总共亏损了有 十几二十万左右 一直感觉人生 很迷茫 然后我老婆 就劝我说 去工厂 他把他实时的上班 但是我除了会 这能手艺 其他的我也不会 在我的坚持下 我就开了 我现在做的这家店 这家店的话 有 做到现在有 四年多了 生意一般 能赚点小钱 前前后后 干了有 八年多 快九年 然后 去年在老家 全款买了一套房子 买房加专修 总共发挥了我所有的积蓄 家里面还奔称了点 在五年前 我们老家 房子 每瓶四千的时候 我那时我还是能买得起的 全款能买得起 但是那时想说 一直没在老家 房子买了也是空在那里 所以就没钱买 但 但去年的话 再去买的话 房价已经涨到了 七千多 快八千 也是 掏空了老底 才买下来的 真是 赚钱的速度 流上 房价的上涨 大家 觉得我干小吃八年多 快九年 也不想认输 赚了一套房子前 算不算多 欢迎在下完评论 爸爸 爸爸 我就看你怎么走 走路里不好走 你老是这样 爸爸 不要来接我吗 我不接你 我怎么能看到你走路的姿势啊 啊